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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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到底是谁会一步步杀出重围 最后拿到我们神奇的汉子第二季的这个年度的总冠军 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了 这一次呢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赛制 在周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共会有三轮的比赛 每轮都会有四位我们的学员 所以呢三轮比赛之后呢 会有三位晋级到总决赛的类主 剩下的朋友将会经过一个班外赛 来决出最后一个进入到总决赛的名额 最后有一半的几率 可以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周末的总决赛的现场 那么首先第一组呢 要上场的到底是谁呢 欢迎他们 有请第一周类主李浩元 有点青春哦 大家好 我是出牌继王牌的李浩元 有请第二周类主陈佳璇 唯一的女生 对 唯一的女生 大家好 我是汉字决赛场上唯一的女选手 人称汉字花木兰 陈佳璇 有请第六周类主 刘虎奔 大家好 我不是刘虎奔 我是汉字铁匠奔奔子 有请第七周类主 李佳洁 那么你觉得他有可能夺冠吗 大家好 我是最不容小觑的黑马 李佳洁 这个今天大家都穿上了 有点学生制服感觉的 这种统一的服装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整齐的比赛 今天是这样的 我们佳洁是一号位 她先来选对手 我想说的是 经过这么多期比赛的锤练 我已经从一个 因为被手速而耽误的赛场小白 成长为了我们的泪主之一 我想对场上的各位朋友说 这个题你们最好别让我抢到 要是让我抢到了的话 我就下不去了 开始放狠话了 那么虎奔又来了 虎奔每一次的介绍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能够描述 我现在的状态 我看一些节目里面经常说 这个担当那个担当 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一个铁匠 就是奔奔子比较符合我现在的担当 你是什么担当 我是铁匠担当 好 下面到佳玄了 因为佳玄是今天场上 唯一的一个女选手 有什么要对场上的三位男选手说的吗 就我想对男选手们说吧 就是古代还有很多的女将对不对 桃花马上威风凛凛 滴血飞溅石榴裙 并不是说我穿裙子就一定如何如何 咱们走着瞧 好的 最后一期了狠话都放出来吧 下面就是我们浩元了 浩元今天的这个开场白让我有点意外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谦虚保守的人 但今天说了一个这个出牌及王牌很狂 来说说看今天这个怎么这么嚣张 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是不是 今天是决赛 面对决赛无论如何要敢于亮界 况且我有一手好牌 我相信胜负由我不由人 好 那这样大家知道我们冠军之夜 在本周末的这个周日的晚上 一共只有四张入场券 同时我也请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台下的几项您和超凡 因为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现场呢 是我们节目要把突袭进行到底 虽然我们的选手通过之前的比赛 有六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野 但是呢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 坐稳自己的位置 因为呢这两位突袭者 有机会向每一轮失败的三人 发起突袭 厉害了 同时呢交换他们的身份位置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场上人 不仅要赢 如果没有能够成为第一的话 还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好所以呢第一轮是佳杰 你要在三位当中选择谁 我选我选虎奔吧 原因是因为上次 上上个星期 当我好不容易 坐上类主的位置的时候 是虎奔一举把我给 撲了下来 然后当时和虎和虎奔的对决 我觉得玩的不够尽兴 所以说还是想和虎奔再切磋切磋 明明就是要报仇嘛 对对对对 说了这么多说切磋 其实就是当时你从我这拿走的 我全部都要要回来 对 其实上一周我们有一个选手 叫岳伯雄 他特别害怕历史重演 但是结果历史还是重演 所以坐在这个第一场的人 经常会一语成衬 对 加油了好不好 好 那么佳杰和虎奔 请看你们的第一题 请从下列九宫阁中 还原一句七言唐诗 是欠鸳鸯不献仙 但是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吧 这个题太简单了 两位做好准备 好 来 虎奔 卢照林的长安古役 得逞笔木何此死 愿做鸳鸯不献仙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好 登登组好厉害 喜开厉害 对 愿做愿样 谢谢 下面第二题 两位做好准备 请看 请问小鸟依人 最初形容的是什么关系 一 君臣关系 二 夫妻关系 三 朋友关系 四 师生关系 那肯定就不是夫妻关系了 对 两位做好准备 好 来 佳杰 这个题应该选第一个 君臣关系 他最早是谁形容谁的呢 是唐太宗李世民 形容他的爱臣 大书法家楚翠良 因为楚翠良这个人 他不仅书法特别好 而且博学多才 同时也是一个极其谦逊的人 唐太宗也是个书法爱好者 经常和他一起切磋书道 然后就觉得楚翠良这个人 特别好相处 就形容他为小鸟依人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感觉到了决赛之后 大家的这个答题节奏都很快 好 场上比分 战成平局 两位继续加油 下一题 请读出下列植物名称中 标红字的正确读音 中间那个是9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菜 两位做好准备 好 来 佳杰 破树 庸菜 棕榈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错误 虎奔 请回答 破树 庸菜 棕榈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错误 第二个我都认识 因为我很爱吃这个 空心菜 空心菜 叫凹菜 但是第一个那个 两个都读对了不简单 这是容易出错的 这个破树 你知道为什么要读破树 为什么不读谱树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 就音韵学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谱 它的本意就是这个破树的破 还有一个音 破 破刀 但是请注意一定是 那棵树的头像的时候 是读破树 如果是谱树 老师本人的头像 还是要读谱树 就是在读性里头 其实它不光是这几个音 你比如说读性它读什么 嫖 嫖 它还有一个性的读法 读 扑 也是读性 是的 好 那么这一题两位都没有答对 我们只能下一题了 来 下一题 请问毛病一词最初指的是什么 一 牲畜毛色有缺陷 二 衣服面料有破损 三 食物酒放发了霉 四 小孩秃头的疾病 二 二吧 好 两位做好准备 好 又是佳姐 这个应该选第一个 牲畜毛色有缺陷 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经常通过牲畜的毛色 来判断牲畜的质量怎么样 后来毛病这个词 就被泛指一切的缺陷 在最早的时候 宋朝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的用法了 所以说应该选第一个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二比一 好 苦奔要加油了 我觉得现在能打错的机会 应该不多 每一份都至关重要 对 来 我们下一题来看一下 请填入一个汉字 使其组成四个正确的新汉字 来 两位做好准备 好 又是佳姐 我填荷 荷苗的荷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三比一 佳姐这一号位还真是很稳 好 祝贺佳姐 佳姐获得了第一个成功 但是还要继续打下去 虎奔也有机会 没关系 虎奔先休息 先休息 对 孙奔子就这么就下去了 好 佳姐 你下一个对手要选谁 我不太想让小鸟依人的佳璇 过早地面对这残酷的一切 对 那我来面对这残酷的一切吧 因为浩元 我知道浩元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而我们在场上好像还没有碰过面 所以说还是很想讨教讨教 好 来 两位做好准备 我们看第一题 请说出下列诗句对应的节日名称 一 天街夜色凉如水 握看切牛织女星 二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三 半盏图苏游未举 灯前小草写陶服 他俩诗词都应该蛮厉害的我觉得 还是看抢搭 都在这样 你看佳杰超级急 你看他的表现 我感觉佳杰椅子都有点危险 对 来 浩元 天街夜色凉如水 握看切牛织女星 渡目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星系集清于晚元兮 就是元宵也叫上元 然后半盏图苏游未举 灯前小草写陶服 陆游除夜雪 所以是除夕 春节大年三十 七夕元宵除夕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浩元拿到第一分 有一个这个词牌名 清于暗 好多人都读清于晚 其实还是应该读清于暗 因为这个暗不是积暗的意思 它其实是一种盘 盘子没有足叫做盘 有足的盘就叫做暗 清于暗是用独山玉做的这个玉盘 还要读清于暗 好的 那么下面一题来咯 两位做好准备 请看题 此题为视频题 请观看以下视频 彭彭的还以为这样能拐 你看盖没开 后来发现盖没开 盖没开 请问视频中说的拐字 应该选择下面哪个部件 1 会 2 准 3 夸 4 会 但是这个还好 它比你自己写要好 对 它没有让你自己写 来 佳杰 我来为浩元排出一个错误答案吧 好谦虚他 我觉得这道题有欺负南方人的嫌疑 我选第4个 第4个 快 是吗 对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错误 佳杰真的说到做到 真的排出了一个错误答案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言出必行 佳杰终于迎来了本季一个 唯一一个没有自信的题 但是不见得浩元也能答对 这个说实话有难度 来 浩元 请选择 我是最近在狂看向往的生活 因为第4集是在版纳 然后我顺便把前面也看了 好了 会了 肯定会了 既然这样说 是第一个 是汇丰银行那个汇 汇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这个题我稍微说一下 汇已经被简写成这个样子了 确实它是快的字根 但是写快的时候 严格意义上说 不能用简写的这个汇字 因为快字并没有简化 要用那个反写体的 汇字做它的字根 这是一个语言规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这个碗 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装到碗 你是用这个碗去垮它 勺一下 就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勺更像是 比如说用水或者是勺 它是干的东西 我们就是垮起来垮 垮一碗 真的有点欺负南方人 没听过 好 现在尝试比分2比0 来 我们来看下一题 现在 身是常指有涵养的男士 其中的身指的是男子的什么东西 一 发带 二 帽子 三 腰带 四 衣襟 我觉得不会是帽子和腰带 发带是帽子吗 好 佳杰抢了 应该选第三个 腰带 因为身它是古代士大夫衣服的那个带子 在《论语》里面有这样一条 就是子章在请教孔子问题之后 然后他把孔子的教训输出身 输在自己的腰带上面 就是说可以反反复复看 然后记得老师对自己的教诲 后面就是身是 因为他是士大夫 然后就引身为地方上的官身 地方上的那些有一定地位的人 所以说应该选第三个 腰带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2比1 下节我要问一下 你说引身到官身近身了 那近身的近是什么意思 近是插的意思 对 近 它原来是提手旁的那个近 是把护板插在这个腰带上 对 下一题 两位请看题 夏图是中国的独角兽 请问他一般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一 银行 二 法院 三 酒店 四 寺庙 好 浩元抢到了 这个再熟悉不过了 这道题就是他的题 对 这是他的专业 很多法学院门口都立着这个东西 然后这是谢智 然后实际上是传说当中 能用脚去辨别是非 判断公允的那么一种神兽 所以不单在法院里有他 实际上明清以后 浴室的胸前的补姿上面 也是谢智 然后包括法的经文 左边是水 代表这个法的源流 然后右边是这个谢智 希望法的公平 所以他立在法院之前 好 好 我们看一下法院是否是正确答案呢 回答正确 好 浩元三比一 拿下了这一局 哎呀 嘉姐可惜了也是 撞到浩元的 老本华了 对 其实刚才提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浩元露出了迷之微笑 好 好 嘉姐后面还有机会先休息好不好 好的 请先休息 仰金蓄锐 很棒 很棒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你看何必呢 何必呢 下面是浩元打佳璇 老师不能是打佳璇 浩元和佳璇一起打 对的 扭打了起来 混合双打 佳璇会有什么话要对浩元说吗 其实从他那里是学到的更多 一起进步的一个状态 所以想把心态放轻松 一起来面对新的挑战 浩元 浩元 现在再回想自己说出牌继王牌 大家好 我是出牌继王牌的李浩元 有点收不回来了 是吗 对 好 加油了好不好 好 他们两位将产生第一位 拿到冠军之月入场圈的头号选手 好不好 所以猜一下佳璇和浩元是为第一个晋级 不敢猜 蛮难的我觉得 两位最好准备 第一题 请问以下菜名中 名字书写有误的一项是哪个 一 酸辣姜豆 二 胡辣汤 三 炭烤牛蛙 四 煎饼果子 胡辣汤 胡辣汤应该是那个 没有米字吧 这是胡人的 对 我怎么感觉每个都有错 来 佳璇 我选四 煎饼果子 它应该是另有一个偏旁 带个十字旁的那个果子 指的是一种油炸的食物 二 胡辣汤 我作为一个陕西人 实在是太熟悉了 但我们现在说胡辣汤 不是这个胡 胡辣汤 不是这个胡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是胡人的那个胡 那个也是对的 是胡椒的意思 胡辣汤的辣度来源 是来自于胡椒 但是呢 现在很多的做法 给它加入淀粉 有勾芡 所以尝起来像胡一样 也可以写成这个胡辣 所以我选的是四 四 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如果是我 我肯定会选胡辣汤 我也会选胡辣汤 好 1比0 两位新生举检官看得如此之投入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行使举棋拳 精彩了 好 下一题 你快举棋 哥 你给谁 我 你管我 他自己都不知道给谁 有时候 你不用我 为什么要用 来点了 好 下一题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佳玄 佳玄 浩元 两个队长要答题了 好 来 两位做好准备 请看你们的题目 那个导播 有没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题库 就是 就是至少那个题能够让他们两个读懂的那种 那种 小学生那种 好 来吧 来 请看下一题 请根据提示 说出相应的汉字 这就很简单 第一个是占卜的那个 占领的那个占对吗 占领的占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勤奋的粪 第二个是勤奋的粪 是吗 是爽 爽朗的爽 他还是可以写出来的也不错了 很棒了 很棒了 真的很棒了 这需要鼓掌吗 不是 这怎么的呢 这类主是不是瞧不起推掌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就要鼓掌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恭喜彭彭答对了题 所以下一题是浩元直接来答 好 来我们看下一题 钓图是最美逆行者们出征前发的朋友圈 请分别说出与之同意的诗句 一 绝不因个人而致国家安危于不顾 冲压战士们 二 即便身经百战 磨破铠甲 不败灾情也绝不返回 狗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第二个是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第一首呢 是林则徐在被扁新疆 戍边毅历之前 戍边毅历之前 给佳人写的两首适中的一首 然后第二个是 七绝胜首王昌林的 从军行几首当中第四首 那个浩元在打的时候 佳璇也在对嘴行 不置身但是很明显 也知道就是 到底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好 场上一比一平 好 两位加油了 下一题 请问 成语曾几何时 是什么意思 一 曾经的那段时间 二 时间过了不久 三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四 很久很久以前 这道题是很迷惑的 第三个吧 好 佳璇 我知道曾几何时 大家一般都误解了他的意思 现在的这个用法是个误用 说曾几何时怎么怎么样 我还当过泪珠呢 对 排除掉那个应该是 时间过了不久 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正确 这个层是 我们把理解成奶或者才 就好理解了 才过了回一会儿的意思 才几何时 对 才过了一会儿 这个古人经常用这种字 表示感叹 比如说另一个更有名的就是 杜甫说望月 那一个字很容易读错 第一句怎么读 代宗 福如何 不能读 代宗福如何 因为那个福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叹词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场上比分已经2比1 下一题 两位最好准备 请看题 请问 引人入胜 最初是指什么吸引人 一 风景 二 书画 三 美酒 四 歌舞 浩元抢到了 点字是说新语 说王慧仁参军的时候 喜欢饮酒 所以这美酒沉醉 而引人入胜 说的是美酒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神奇的汉子到现在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 拼手速的节目 好刺激 只要讲到弊队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 那么下面谁 能够答对下一题 谁就直接拿到了第一张 冠军之夜的入场券 两位最后准备 他俩都挺稳的 对 这个时候感觉浩元抢更有这种创信 对 请看下一题 艺术家们常外出彩风 寻找灵感 请问这里的风最初是什么意思 一 风土人情 二 坊间新闻 三 民间歌谣 四 自然风光 就看手速了 好 祝贺佳玄 直接 直接宣布结果吗 等一下 还是有可能的 来 佳玄请回答 我们都知道 诗巾它会有十五国风 彩风呢 由此而来是指民间的歌谣 祝贺佳玄 不 还是 要走一下程序 等君子给他宣布 民间歌谣 各位亲爱的朋友太有悬念了 太意想不到了 是否正确呢 回答 正确 好 祝贺佳玄 好 这个答案今天没有意义 但在古代有意义 因为这个风 今天的文学史上毫无疑问 讲的是吐风刀摇 但是在古代儒家的经学 尤其是毛师祖认为 风者逢业 是他的功用 是要逢证的 所以这两点都要注意 好 那么首先我们请佳玄 坐上我们第一个珍贵的 冠军之夜的席位 浩元 佳玄给你握手 结果你再给他鼓掌 佳玄真的很顺 直接就上去了 第一个拿到决赛的入场圈 感觉还是特别开心的 其实有一点点 一一代劳的意思就是 大家可能轻微的 有点点让着我可以 就是只面对一个对手 就坐上了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在上一轮 没有能够突围成功的三位 嘉杰 虎斑和浩元 他们将要接受超凡和向宁的突袭 你们两位 有人要在此刻突袭吗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突袭机会 是吗 是的 为什么你只有一次突袭机会 是你只要突袭成功 你就取代了他的位置 接下来下面的比拼 而他就要做到先做到观战席了 但你如果突袭失败 你就要回到观战室 就没有突袭的机会了 就要来到我们这里了 我想 那你先突 我有心里的对手 就是 大家也可以上微博来参与 神奇的汉字节目 讨论边看边聊 一起解读汉字的神奇与魅力 大家在作为帮直播客 抢爆神奇的汉字同款课程 也请大家期待 下一期选手的精彩表现